董選高雄第六選庫的辛苦立委 出來掃過寫票感謝大家 這次請也是很熱情 也有這次請特別來競選中部 很好意高票董選 看到它都散落去 也都掃聲是很不甘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會跟以前的高雄市長韓國瑜競民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命運吧 所以未來如果在立法院 跟他有任何立場相左 然後有衝突的地方 我也不會畏懼 高雄第六選庫離空離空年的時尊 是民進黨的丟天林 跟國民黨的丟米仔前 丟天林贏三萬多票是三連吧 但是這次選舉丟天林因為有事 所以民進黨決定換人 選舉前70天 韓國接受命令按風三招來參選 雖然對方是國民黨的老領 連任五個議員的丟米仔 但是韓國最後是十一萬三千六百七十票 贏丟米仔的九萬三千七百五十票 創下70天勝算的記錄 所有這邊的選民 大家是很願意把就是對台灣的大局 然後對高雄的信心 全部轉移到我身上 要對一個新人有這麼全然的信任感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會辜負大家的信任 到選舉六選區 我們贏了 勝算錢啊 不是已經十三落 除了感謝市長丹基麥 跟丟天林的相助以外 感謝的名字也很大聲 感謝議員和基杉的支持 讓他成功能接丟天林的手 變成本來最年輕人的立委 進入國會 民視新聞 高雄報導 顏色 領